光明之城巴黎,永恒之都罗马 当这两座城市连魅策展,简直就是buff叠满,很难不经验 这就是最近大火的巴黎博尔盖赛画廊杰作特展 来观展的很多都是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们 典型的巴黎资深艺术鉴赏者 即使需要等待一小时,也交不灭他们的热情 到底本次特展魅力何在呢? 先说雅克马尔安德列博物馆,被誉为巴黎最美的小众博物馆 拥有巴黎最精美的私人艺术收藏 他们与十九世纪大型宅邸的氛围完美地融为一体 博物馆曾经的主人,一对收藏家夫妇 凝聚一生之力才打造出这座理想之家 当我们踏入这座私人府邸 首先会被它华丽的建筑所惊艳 明亮通透的室内冬季花园 两组大型对称螺旋楼梯 无处不在的金属镜面细节设计 难怪早在150年前,画报杂志就曾经探过 只有国王或银行家才敢如此奢华 而这次特展是博物馆经过一年多的翻修后举办的首次展览 为我们带来了罗马波尔盖赛博物馆约40件杰作 从卡拉瓦乔到卢本斯 从波提切利到拉斐尔 还有提香和贝尼尼的作品 波尔盖赛博物馆在罗马的地位 就如同卢浮公置于巴黎一样 他的主人是教皇保罗武士的侄子 拥有极高的艺术品位 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以及从当时的作品中鉴别杰作的非凡能力 他还利用特权极大的丰富了自己的收藏 要知道,15世纪的罗马正处于变革的阵痛期 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打压催生了新教堂的兴起 这些工程由教廷出资 兴罗起步 吸引了众多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汇聚罗马 此时罗马的收藏家们 也把宗教艺术带入了世俗生活 绘画不再局限于教堂的墙壁 也可以成为普通的室内装饰 从此,内在的艺术价值 也成为了宗教绘画的核心价值之一 这次特展真可谓在巴黎小众美学博物馆里 奏向罗马文艺复兴的交响曲 最近在巴黎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这次古董、艺术与建筑交相辉映的独特体验哦